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 吴宗盛师傅 吴宗盛师傅 大家好 那今天吴宗盛师傅又会带给我们 《幸福白法》里面的一个故事 是是 今天要讲的是《幸福白法》第十二者里面有六种祝愿 六种祝愿 我觉得对我们学佛的人 还是对我们生活修行的人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 OK 其实我们平常做事希望别人帮助我们 对不对 我们常常都想 希望多一点人来帮忙 我们就可以轻松一点 但是修行当中也有一些祝愿的话 我想应该是我们的修行的程度会越来越高 好 我们太想听这六种祝愿是什么样的 对 六种祝愿呢 第一个是讲微笑能助成活力 这个微笑其实是我常常看到 一心也是每次一进来 哇 很开心的面对我们所有的人之后呢 其实也是带给我们很欢喜 对 那其实在佛堂里面有很多的师兄师姐 他们都是一看到人就是笑容 引接 引接别人 是是是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发生内心的一种笑容呢 对对 能带动自己正能量出来 对 然后也能够招引正能量的人回到你的身边 对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当然就会有帮助了相互 是 就像我们的前任主持永古法师 对 你看到他的笑容 你就是所有的苦恼就化解了 是的 是的 然后在华言师我看到有一个师姐 他的笑容你看到 看他讲什么 他都是笑笑的回答 对 那个就是服务台的树语音师姐 OK 是是是 树语音师姐你下次去认识他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生气的样子 对对对 有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脸色是不是很好看吗 有时候是遇到一些事情 是 但是我看到他的笑容带给佛堂的人非常非常的欢喜 就一下子就忘记跟别人有不好啊 都会忘记 把烦恼就忘了 对 烦恼都会忘了 是 所以这边大事是告诉我们 从内心起这种快乐的心啊 就像我们的这种正能量啊 是 因为一微笑起来可能你里面的这些不好的 就是效忠应该是消化掉 消化掉消失掉嘛 正能量起的话 斜恋就肯定被压下去了 对对对 所以呢 如果你去跟别人问一些事情 先笑一下 你可能跟别人之间的这些 沟通会 沟通会 后面会损一些 对对对 所以我们平常我也要学习要 常常笑 师父我经常看到您就是笑的呀 谢谢你看到我笑的时候 谢谢 好 我们要记得常常微笑 对 那第二个呢 大事告诉我们 宽恕能助长气度 宽恕就是宽容别人 宽容别人 别人有做错的时候 我们不去计较 对 不太计较 但是这个是有一点难啊 尤其是人与人相处 有时候摩擦的时候 明明是他的时候 你能容忍他吗 有时候是 我都做不到的哈 有时候在想啊 忍耐一下 希望给别人姻缘 宽容一下 然后呢 让自己努力的改变 对对对 但是呢 好是因为 羞耻的那种念力不强嘛 有时候还是会陷到境界里面哈 但是我们能够很快的 就把它转进了 对对对 很快的转过去 OK forgive forget 对 这样子的话 这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是 所以宽恕 当你遇到这些不如意 我要懂得要宽恕的时候呢 就是要有那种正念哈 你马上转 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平常我们培养这种正念的心 是的 我记得好像在这方面 大师提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对 这个里面大师讲 印度有一个 就是佛陀时代的流离网 我们常常听到嘛 对 就是佛陀在晚年 常常去保护他的释迦族的村落嘛 是 因为流离网常常打仗去消灭释迦族的 那佛陀挡了三次 嗯 佛陀在枯树下 或者是太阳底下 就在那边挡流离网 但是呢 那最后佛陀说 因为释迦族的业历是没有办法 最后就是释迦族就在流离网的手下就灭亡了 OK 那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缘呢 因为当时的流离网没有宽恕别人 宽恕释迦族的因缘 OK 所以导致后面 挡不住 就像经典里面我们常常听到波斯尼网嘛 对不对 还有摩里夫人嘛 对 那其实当初呢 波斯尼网他是乔萨洛国 就是在北印度那边的一个国王 佛陀时代是有七个大国嘛 对 那其中一个 那释迦族也是其中一个国家 对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乔萨洛国的波斯尼网呢 他是很想跟释迦族一起结盟那种 国家跟国家之间很好 所以他想要跟释迦族的公主结婚 是 他就去请求相亲了 但是呢 释迦族的这些王族呢 他就觉得没办法拒绝波斯尼网 对 所以呢 他们就是跟这些释迦族的其中一个 叫摩河南 因为印度分场阶级嘛 那个悲女生下的女儿 就嫁给波斯尼网 OK 那波斯尼网他不知道 他以为是释迦族的公主 所以他认为摩迪夫人是释迦族贵族的 所以他们就生下了琉璃王 是 那在印度的习俗里面 就是会有一个是 当王子长大的时候呢 会送到自己的娘家 那边要培训一些礼啦 技能啊 那琉璃王也是按照习俗 是 回到释迦族那边去学习这些 是 那 学习的地方呢 释迦族的所有的王子呢 他也不会在王宫里面学习 OK 会同意送到一个村落里面 他们就是 所有的王子啦 公主就一起在那边培训各种的技能 OK 那琉璃太子也是在那边培训呢 那当他回去的时候呢 准备离开的时候呢 释迦族的有一个奴仆啊 嗯 专门打扫的人呢 他就是 赶快去擦那个 琉璃太子坐的椅子 嗯 然后呢 用什么擦呢 用牛奶去擦 OK 因为 印度呢 当时是 种姓制度非常严谨的 是 贵族跟索陀罗这种关系呢 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对 所以当他擦的时候呢 他就是在那边讲说 哦 这个椅子是给下等的王子 坐的位置 我们赶快拆一拆 因为还有斯加族的王子 要坐下来 那这个时候 琉璃王子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他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嗯 他去询问 我真的是一个下等的王子吗 我的身份是这么下等吗 那后来他去调查 真的是发现 他不是真正的斯加族 OK 所以呢 他就是非常难过了 是 然后呢 他想 难过之后呢 他一直在想 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这种的话 我回去 乔沙楼国呢 是会尊敬我 所以呢 他就是非常承诺之下呢 他就是去 报复这一个 因为呢 他的父亲也不知道 母亲当然会知道 但是不说嘛 对 为什么斯加族的人 瞒着他们 这个国王 然后就是做这种的婚姻 所以他非常生气 自己是一个别女生的孩子 所以呢 他就是要去报复斯加族 那最后真的是 我都挡了好多次嘛 对 那没办法挡 就是因为没有宽容 OK 如果当时琉璃王就是 能失怀 如果是他能宽良别人的话 也许可能是 世家族的命运都不会那么惨啊 是 听说当时世家族的重要的 那些贵族 全部都是被琉璃王 就是都杀掉了 杀掉了 对 师傅 以后我们有时间 可能要多听听您讲印度的故事 印度的故事 佛陀的故乡 真的是很仅仅 是 您说到这个不宽恕 其实我倒也想起来 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也有一个宽恕而得到了祝源的故事 就齐桓公的故事 齐桓公 对 齐国 他跟鲁国交战的时候 他打赢了 然后两个就协商好了 赔地吧 然后在他们签约的仪式上 结果呢 鲁国叫曹末的一个人 他就觉得不愤 哎呀 我们没办法 我们打败了 我要割地 自己就相当于说刺杀一样的 拿着匕首就顶着齐桓公的劲 然后说 你割地吗 割地我就要杀了你 那你就 齐桓公只有说 好 我放弃割地 我不要你们的地了 然后他就 好 那大家就 放了他嘛 放他以后 但是齐国还是强啊 嗯 他就说 好 一旦放了他以后 他说我不 我还是要割地 因为我比你强 我可以征服你 但是呢 他下面管仲啊 就告诉他说 不行 你是作为大国的君主 你必须言即行 是 就必须要 践行你的诺言啊 他说 不要为一点小事情 去破坏你自己的声誉啊 什么的 哎 他就然后 从善如流的就说 嗯 好 那我就不割地了 就说我说出来不割地 我就不割地了 这样子 后面他能够一统天下 哇 对 所以这样子 如果是当时琉璃王 就像齐环中 对 遇到这种贵人 跟他讲 其实佛陀有跟他讲 但是他没办法听进去 因为你关键他是不听啊 但是齐环功呢 他就能听 也就是说他能够 即使他本质上有宽恕的 那个音在里面啊 才会有这么的善缘 对 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时候会碰到这些 但是刚开始可能是 因为跟我们的音源不合的时候 可能你会没办法原谅 或者是没办法容忍 但是呢 慢慢慢慢 如果是要了解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 我不能容的人 是 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要慢慢学习这样子 是 宽容是很重要 对对对 然后呢 第三个倒是告诉我们 包容能助长和谐 是是 所以包容我想应该是 这个世界里面 各种各样的人嘛 对 那就像我到佛光山出家 那佛光山有各种各样的人 真的是世界各地来的 但是呢 星云大师都很包容 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就能壮大呀 对 五大洲 真的是 五大洲有寺院 就是因为都是 佛光山能包容 一切所有的 好 那我相信我们身边的人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个性的人 对 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包容 对 包容他们 助长我们共同的和谐 是 那第四个呢 大师告诉我们 放生能助长寿命 嗯 放生过去就是 拿很多动物来 要去放生嘛 嗯 我在印度的时候 印度的放生又很特别 嗯 那印度以前是农业国家嘛 对 那我们放生是 我家里有这个动物 但是呢 我帮他放生之后呢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个动物是放生的 你不能杀的 OK 如果杀的话 就是两倍的这个业 OK 所以跟中国文化 他们的放生又不一样 他是拿东西来 然后就是放出去给他们 去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是一种仪式 仪式 其实我们现在 在特别在城市里生活的话 所谓放生可能是 放生命一条活路啊 对对 就是说有时候 给我们任何生命 包括我们人哦 周围的人哦 让他们方便一点 对 给人方便 其实也是一种放生啊 是 但是也告诉我们 给人一种姻缘 嗯 也是一种放生 对对 那第五呢 他讲是 慈悲能助整人缘 嗯 这个是我们全部都认同 哦 那当然 那当然 伟大的佛陀 就是非常慈悲慈悲嘛 对 非常慈悲 就是可以 跟所有众生 都没有所谓的 对对 因为他慈悲 所以所有人 都愿意去跟他亲近 对 因为他没有 对任何人有敌意 对 给任何人都一种安全感 一个亲切感 对 所以就是 我们真的是要 跟随佛陀 近近一点 对 跟佛陀的真理 就是要近一点 虽然我们的慈悲 是翻断的 还记得吗 对对 这一下子 有很慈悲 看到一个 比较苦的 我起慈悲心 对 等一下过一下子 你可能是 又忘记了 会有这些 师父您说到 一个可怜的人 很容易产生 你的慈悲 怜悯的心 对 可是面对一个 很强的人 有时候我们会很 振奋 对 或者那种 哎呀 我就感觉到 有那种感觉 他很强 你会觉得 好像要跟他 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 一种振奋 那种 所谓的 欣慕基督恨 就会产生 这一点 就是特别要注意 对 所以我们的 慈悲的深度 还是 还没有过 所以我们要 要跟随 伟大的佛陀 要学习 是的 就像大师讲 冤亲平等 独私无我 就是真正的慈悲 是的 那第六呢 是大师告诉我们 独精能助长智慧 这个也是我每天的经历 真的是经典的阅读 持诵 或者是抄写 或者是各种 它是有无量的功德 是的 所以一般 就像古代 尤其是印度 我记得在我们乡下 很多老人家 他是看不懂藏经的 对 因为他们没有读过书 对 那他们每年都会习惯 把藏经拿下来 翻 然后晒经 晒好了 就又供上去 OK 那每天供这个经书 虽然我不懂 但是我还是要 他有心 对 现在的藏经 就像古代的这种古文 文英文 那种嘛 是 虽然是古代的文字一样 但是他的功德 是跟这些古代的书 是比不起来的 OK 他是他有佛陀的 讲说佛法的经典智慧 都是结极在经典里面 所以是不一样 所以平常有空的时候 佛经可以拿来朗诵 就可以就像读书一样 一个一个字的读 那你也可以非常镇静的 坐在那边真正的去持诵 对 还有一种是你可以抄写 是 因为有些他说 我没有办法读 对 那你就是静静的抄 这一部经 抄金刚经 抄瑶士经 也是可以的 那还有可以做什么 注音经书 OK 因为我不会读 但是我注音 这个注音的功德 就是更多的人 有因缘读经的这个机会 是 您这么说的话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经常听我们师父开示 就叫文法 其实也是能增长我们的智慧 是啊 平常法师开示 都是以佛经 以经典为主 那都是佛陀讲什么 就跟大家分享 那也是一样同样的功德 也是能开启我们的智慧 对 所以我们大师告诉我们 有六种方法 让我们得到助援 对 第一个是 微笑能助长我们的活力 所以我们常常要微笑 第二个宽恕助长我们的气度 我们的度量要大一点的话 就是要宽恕 第三 包容助长和谐 然后第四 放声助长寿命 第五 慈悲助长人缘 第六 读经助长指挥 那以上是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六种助援的内容 希望大家都能够受用 这样子 好 非常感谢师父 今天给我们 这么美妙的开示 给我们讲了这么好的故事 以后呢 要常常请师父来给我们讲 印度佛陀的故乡的故事 哦 好啊 好啊 肯定 只要时间可以的话 就讲佛陀的故事 我们要常常跟佛接信 是是是 好 那师父 我们最近的话 有哪些活动会让我们会增长智慧呢 最近哈 就是十二月有个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佛陀的成道日 哦 十二月初八 十二月初八 我们也有拉八周吧 十二月初八 其实是从阳历来算的话 就是已经会到一月二号了 但是因为一月二号已经是大冬天嘛 这里已经是大冬天了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这个阳历的十二月七号八号 是庆祝佛陀的成道日这个拉八周结缘 嗯 那这两天如果您想要试吃拉八周的话呢 可以来佛堂登记 然后呢十二月八号呢 然后呢十二月八号呢 就可以当天下午送完金 可以来这边吃拉八周 或者是你想要带回去给你家人品尝 拉八周的话 嗯 也欢迎回来 是的 十二月八号 欧将请问一下师父 我们电话预定可以吗 可以啊 OK 但是电话预定 你订了一定要来拿 对 一定要来拿 那是 订多少都没有关系 但是欢迎大家 对对对 因为佛陀成道日是非常殊胜的日子嘛 对对对 但是呢 拉八周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 简单的讲啊 因为佛陀当时这六年苦恨之后 身体变成很消瘦嘛 对 然后呢 牡养女供养乳米 那乳米里面就是印度的拉八周 它是用牛奶熬煮的 对 然后呢 各种的这些古人呢 古物就是放进去 嗯 那后来我们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呢 因为中国是喜欢吃粥嘛 对对 那所以粥里面放八种 蔬菜 对对对 然后粥成拉八周 然后供养大众这样子 提醒佛跟我们在一起 对对 智慧常在 佛陀成道日是非常殊胜的日子 因为佛陀成道 我们才有佛法嘛 嗯 所以欢迎大家来登记 领取拉八周 然后呢 那12月7号我们是会去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会赠送拉八周 嗯 是 那我们这个协会会长 部会长他们都在那边联系 每个单位需要多少 嗯 欢迎大家多多的享用拉八周 嗯 好 非常感谢师傅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资讯 同时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11月23号也有一个拜访中华医院的老人的一个活动啊 对对对 这也是给我们增长我们的慈悲 是 给人家一个方便 给人家一个欢喜的一个机会啊 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份心去看望老人家 嗯 那么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 是 在11月23号 23号 星期六 1点15分在佛堂这边集合 然后那边是2点左右就开始这个关怀的这个活动 谢谢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严重超时因为的故事太好听 谢谢 师傅 非常非常感谢如中师傅 好 谢谢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在一起 如果您有更多的需要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514-721-2882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思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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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